好,我们今天看影像法 我们先谈一种,第一种 就是点电荷 在接地的无限大导体平面附近 我们要看这个问题 我上一次好像有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 比如说你这里有个无限大的面 导体平面 那么它是接地的 接地就表示说 我们是设定它的电位等于零 这是无限大 然后在它前面呢 把了一个点电荷Q在这里 现在问你它周围的电位是多少 周围的电位是多少 那这个问题啊 我们以前学的 由电荷的分布来求电位啊 没有办法做 因为你只知道这个电荷 这个表面会有一大堆 被它感应出来的 如果它是正电 就有负电感应在这里 怎么分布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没有办法用电荷的分布来做 如果用边界条件的话呢 那么解 因为这里是V等于零 还有无限远的地方 V也是零 你要解这个 Laplace Equation 也不好解 因为你 你现在用什么样的坐标呢 用迪卡坐标呢 还是用这个 球坐标呢 还是圆柱坐标呢 这个不好解 我们现在就讲一种 叫做影像法 影像法 它就是说 假如 我们这条线 代表的是 无限大的 接地的平面 导体平面 这个地方的V啊 等于零 现在我们把一个点滴和摆在这里 点滴和Q摆在这里 我们假定呢 Q到导体平面的距离 我们用大低来表示 大低来表示 那么 因为 这个上面要有 这个上面的定位要等于零 这个是它的边界条件 这个是它的边界条件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找到 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最简单的一个题目 我们就可以想象了 如果我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电荷跟它一样 大小一样 但是符号相反的话呢 那么在这里头 任何一 在上面 取任何一点 因为这个距离都一样嘛 这个电荷大小一样 符号相反 所以在那一点产生的电位 一定等于零 对不对 一定等于零 如果这个上面的电位 通通等于零 那就是说 它符合于这个边界条件 这无限远呢 它也是零 电位也是零 那么 我们知道 当你边界上面的 电位是独一无二的 就是说 它有特定的一个 一个电位 那么这个当中 任何一点的电位啊 我们如果用 laplastic equation来解的话呢 它也是只有 唯一的值 那么我们就想 现在我们不去解laplastic equation 我们就假定说 这个地方啊 会有一个影像电荷 我们先用Q prime来表示 因为我们 刚刚只是说 假如是负Q的话 就刚刚好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找一个 一个通质来看看 就是说 如果那里有一个Q prime 那个Q prime跟Q 合起来 在这个地方产生的电位 等于零 那么这个Q prime应该是什么 它距离这里 这里的距离是多少 我们也假定 这个距离呢 是 D prime 这两个是未知数了 那么如果能够让V等于零 那么Q prime是多大 就是说影像电荷大小是多少 它跟这个导体 接地导体平面的距离是多少 我们要求出来 通常一个题目 它的影像电荷不止一个 不止一个 所以你要决定 它有几个影像电荷 每一个都是多大 每一个跟这个距离是多少 要算出来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我们假设 假设 有一个 电荷 Q prime 在导体平面后 B prime 远 的地方 像你做题目 这个假设的前提 要写出来 你不是光有这个阿拉伯数字 所以你那么多题目 做在一张纸上面 谁看得懂你写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该用文字表示的 就用文字表示 好 那么我们说Q与Q prime 在导体 平面上 任意一点 是电位 B为零 是何电位 好了 为零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 就是为什么假设这个 假设这个以后 我们说它符合于边界条件 边界就是这个导体平面等于零 电位等于零 好 那么我们就求求看 比如说我们就随便找一点 这是任意点 任意点 任意点 我们假设这个是R 那这个是R prime R prime 那这个角度呢 我们用θ0 这个角度也是θ0 0 prime ok 好 位置在这里 那这两个点点 在这里产生的 resortant potential 核电 核电位 核电位 我们找这个 应该是写 V R θ 我们是以这个为准 这个为准 R c 到零 R c 到零 因为它是两个点电荷 两个点电荷的话呢 我们就是用一群点电荷啊 所以它可以用一群点电荷的方法 那这个是R分之Q 然后后面这个呢 R prime 分之Q prime 这个要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的话 我们知道 一定是这个括弧等于零了 那现在有两个位置数 一个是Q prime 一个是R prime 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方程式 你没有办法解出 确实的解出这两个值是多少 不过我们现在可以 为了就是说 为了方便 我假设 我令这个 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 我选择一个值 Q prime 等于负Q 这是最简单的 你不要 Q prime 等于多少分之几的Q 那就比较麻烦 这个时候呢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则R prime R prime 要等于R R prime 跟R一样大 如果 这个跟这个一样大的话 一样大的话 那么因为这是一条直线 那么所以呢 我们知道 D prime 就是D prime 要等于D 我们就得到这个结果 因此呢 我们就知道 像一个点电荷 在接地的导体平面前 要让这个导体平面等于0 电位等于0的话 它有一个影像电荷 位置呢 就是在导体平面后面 跟这个距离大小一样 这是我们记得 这个例子 就是它只有一个 Q 这个状况 有一个影像电荷 Q prime 等于 负Q 位 它的D prime 就是说 位 位于 我们就简单一点 写好了 负低之处 好 这就是说 你决定了 这种状况的影像电荷 有几个 都是多大 位置在哪里 然后呢 你还要确定说 这一点电位得0 这一点电位是不是0啊 这一点电位是不是0啊 如果都是0 那就OK 那就是 这种状况 没有错 那我们知道 这个一定是0嘛 对不对 你因为 这里的距离到那里 是一样嘛 所以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 我在这个地方 取任意一点P 这一点P呢 它的位置 我们以这个作为参考 这个是R 这个是R OK 这个角度 是θ 就是说这个位置 坐标是R θ 那么它由这个产生的电位 跟这个产生的电位 我们用这个叫做R' R' 这个称为R' 现在就可以用那个值来计算 任意点 空间任意一点 P的电位 我们就可以用 原来的电荷 跟所有的点电荷 在内点产生的 电位 所以V R' C' 我们就可以 因为它是一群点电荷嘛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好 一群点电荷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带进去 我们知道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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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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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 RD cos theta 这是R prime 但是这个 这个D我们 我们已经 本来这个应该写什么 应该写D加D prime 不过我们这里写一下 D prime 等于D 然后R等于这个 好 我们就把这个值 带进去 带进去我们就得 V R theta 要等于 4π Y0 Q 这个要负Q带的话 我们可以把Q提出来 里头就是 1分之1 减掉 更号 R平方 R平方 减掉 加4D的平方 减4D Cos theta Potential是这个 那现在我们 这个还有一个 E忘掉了 OK 因为这个 都是以 支数 就是说这个 我们假设是R位置 D也是知道 Cta也知道 所以 V就知道 好 好 再来我们就 求任意点的电厂 怎么求啊 求任意点的电厂 我们现在就有这个 不是 我写错了 什么 RD 这有个R OK 有个R 好 谢谢 任意点 P 的电厂 那我们就把这个 写出来啊 E R Component ER Component 我们现在可以用 球坐标 它是等于负的 R 方向 Partial V OVER Partial R 然后我们就把 这个式子 对R来做 偏微分 这个 这个偏微分 比较快 这个偏微分呢 我们就 把它写成 这样子 好 于是 这个就等于 4 Pi Epsilon Zero Q 然后 前面这是 R分之1 减掉 R 减2D 乘上 Cos Zero 好 下面我们 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写R Prom 的三次方 就不会 那么长 OK 前面这一项 微分很简单 对不对 后面这个微分 后面这个微分 就是变成 变成 如果你把这个当做 这个 微分一下 分母就有 这里头的数字的 二分之三次方 对不对 那就 就变成这样子 好 这个我就 你们回去自己算 我这里就 我们不花时间 去算这个 好 E C 的 R C 要等于 负的 C R 分之一 Partial V over Partial C 现在只要对这个作品 微分 所以第一项 就是零了 没有了 那 微分的结果呢 它是等于 4Pi Epsilon Zero 分之Q 好 里头只有后面这一项 二 第一 Sine Sine Zeta Over R Prime Q 方向 就做出来了 OK 那么 任意点的 电位跟电厂 我们求出来了 现在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不知道的呢 就是说 刚刚我们说 这里摆一个点点和Q 会在这个表面感应出 负电来 如果这是正电 这个就感应出负电 这个负电怎么分布呢 它不是说一个点点和分布在这里 它是有密度的 分布在这个无限大的平面上 这个密度也不是均匀分 不是均匀的 它 这个地方最大 随着R半径R越来越大 这Sigma越来越小 那么到底怎么分布 我们就是不知道 现在要求 我们讲听 这个上面 它有这个 我用什么符号 我看看 用SigmaPrime 感应电和密度 用SigmaPrime 那我们现在就来求一下 求一下感应电和密度 好 我们用这个 因为它是导体平面 导体平面 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点 它上面如果有电和分布的话 它的电场一定朝什么方向 表面向外 对不对 有一个normal方向的电场 这个电场的大小是Sigma over Epsilon Zero 因此我们就看这个表面 它的方向 我们把它的方向写出来 我们另外画一个图好了 另外画一个图 我画在这里 因为一个图 上面不要画太多东西 画了最后都看不出来了 这个是Q 这个是Q 负Q 这个是Positive Q Positive Q 好 刚刚这个P点在这里 那我现在就把P点设在这个 P点设在导体平面上 P点设在这里 OK 这个是V等于0 然后我们就看 在这一点的时候 它的电场是什么 它电场一定会有一个 Mormal Direction 跟这个切线方向的分量 那么它的Sigma呢 是由这个式子 Normal Direction的电场 是要等于 Sigma prime over Epsilon Zero N 由这个 球 导体平面 导体平面 是电荷密度 Sigma prime 那我们就看 你现在要知道它的N 就是Normal Component of Electric Field 那首先我们就看 它的Normal Direction在哪里呢 因为这边是导体平面 这是后面 所以它的Normal Direction是在这里 向外 好 那这一点的电场呢 这点电场不只是只有Normal Component 它的电场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个 这个是ER 我们刚刚不是求出来吗 ER的方向在哪里 R Univector的方向 大小是这么大 好 那么 一θ的方 一θ的大小呢 是这么大 复号是指 它的方向跟θ的方向 相反 现在的θ是这样子算了 这样子算 所以你这一点的θ是 是跟这个垂直过去的 好 那么因此它的θ 就是这个方向 eθ 真正的eθ 是这个方向 好 这个方向 OK 好 那现在我们都把 这两个 求它在这个上面的分量 OK 那这个分量 这个分量 加上这个分量 就是1N 就是1N 好 那我们现在看看 这个角如果是θ的话呢 那这个是θ 对不对 θ 这个是θ 因此 我们说 另 这个时候我们另 p点 在导体平面上 这个时候 r' 就等于r 这两个三角形 相等 r'就等于r 好 那么 1N是等于什么呢 这个就是1N 最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 就是1N 1N OK 好 1N是等于 它的方向 从那个方向 那个方向 什么方向 跟normal direction 相反 就是负N 然后呢 就是 1R的 cosθ 1R cosθ 就1R在这里的分量 然后再 加上 1θ 乘上 sinθ 1θ分量 的 sinθ 乘sinθ OK 好 那现在你就把 1R乘上cosθ 1θ的分量呢 乘上sinθ 带到这个里头去 那么它就等于 这里都有啊 1R啊 这是它的大小啊 这个乘cosθ 然后加上这个 大小这个符号 不要再看了 乘cosθ 我们把共同项 提出来 好 里头 R 平方分之一 减掉R 减2D cosθ 然后R' 三次方 乘cosθ 这个是 这个乘这个 是1R 好 再加上 2D 3θ 再乘一个 3θ 3平方θ R' 3次方 好 等于这个 那我们就把 里头啊 里头 算一算 你们自己去算 我这里就把它写出来了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 负N 所以呢 它的1N是等于这个 1N算出来是这个 我们把这个值 带入 带入这个 那就是 这个要等于 这个要等于 这个等于这个NN消掉了 好 好 我们就得 Sigma' 要等于负的 2π R' 3次方 乘上QD 好 它的单位呢 可以写 Column per meter square Column per meter square 所以它是个负电 负 负的 负电 那它跟 R' 这三次方 乘反比 好 就是 这个R' 就是这个 R' 就是R了 现在R' 我们就直接写R了 因为R' 等于R 对不对 好 我们都把它写成R好了 R 好 所以跟这个 这个大小的三次方成反比 它分布不是均匀的 好 不是均匀的 那我们就要问呢 你这么大的一个面上面 它的总电量是多少 总的感应电荷是多少 Total的感应电荷 好 求QPROM 那这QPROM怎么求呢 你有 这个 表面电荷密度 要求这个 电荷 总密度的话 你就要 这样子 我们把那个平面 投影到 这个 这个地方来 OK 这个是正当中那一点 这一点呢 就是这一点 这一点 好 然后 我们说 你就在这个 地方 画一个 我们先写这个好了 QPROM 是等于 SIGMAPROM 乘DA 集整个的 整个的这个 SURFACE 集整个的SURFACE DA怎么取呢 因为它是跟 它跟R 跟这个有关 跟这个有关 就是跟这个有关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当作S好了 这一段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一段我们 把它当作S 这个长度叫做S 好 我们面对这个面 做一个半径为S的 这个 圈圈 然后再做一个半径 S加DS S 然后这个厚度是DS 这个就是DA DA 这个DA等于什么 我们就是取DA 等于 2πS 乘DS 好 QPROM 它就等于 SIGMAPROM 2πS DS S呢 从0 集到无穷远 就整个的这个 面都集上了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SIGMAPROM 带进去 SIGMAPROM 是这个东西 好 带进去 它就等于 负 2分之 QD 0到 Infinity 这个是 S平方 加D平方 加D平方的 二分之三十八 2S 乘DS 这个是R 好 这个是D 所以这个地方的S啊 是等于 根号 R平方 减到D平方 减掉D平方 好 所以我们 这个R呢 就等于 这个平方 加这个平方了 这个R 我们有R嘛 R就是等于 根号 S平方 加D平方 有这个关系了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这个积分积出来 这个积分我们积过 对不对 它是负的 二分之 QD 负的 S平方 加D平方的 二分之三十方 二分之二 好 这个从0到无限大 你把这个带进去 S等于0到S等于 无穷大 我们最后发现了 这个是等于多少 负Q 等于负Q 就是说 感应出来的总电量 是我们真正电荷的负值 真正电荷的负值 又是什么呢 等于影像电荷的大小 影像电荷的大小 也就是说 你分布在这个地方的 表面总电量 等于这个的负值 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大小 就是这个 大小 全部 把它分布在这里 好 那么再来我们可以求什么呢 因为这个导体平面 带的是负电 这个是正电 所以啊 这个正电荷会受 这个导体表面的吸引 那我们就问 导体表面 对Q电荷的吸引力 是多少 我们要求这个 吸引力 我们可以用F 等于 它对它的吸引力 Q'的吸引力 怎么做 我们 就可以当做 我们不要看这个 我们是 就当做这里有一个负电荷Q啊 跟它一样 就是这两个的cooling force 这两个的静电力 所以它就等于什么呢 它是等于 方向 一定朝那个方向 所以我们说 它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它的大小呢 cooling force 4pi epsilon zero 这个平方 2d的平方 Q平方 OK 等于这个 就是这个 它单位当然是newton 好 那么我们再问 当我们摆一个电荷 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表面会聚集一堆电荷过来 也就是说 假定它跟它有一个距离的话 那这个力量比较小了 然后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对不对 从无限远的地方 这个电荷受的力 越来越大 朝那一边 所以它会有一个加速度 朝那一边 我们现在就是要拖着它 不让它跑太快 不让它产生动能 你每一步呢 你拉的力 就跟它所受的力一样 就好像它是静止的 然后再让它跑一点 再让它走一点 慢慢慢慢 从无救援走到这个地方来 你所做的功 就是这一点的电能 电能 我们现在求的是系统的电能 好 系统的电能 你就我们两种办法可以做 一个就是你当作两个点电荷 一个Q一个负Q 从无重远的移过来 那它就是等于 方法一就是 这个电能 是等于 等于 我们以前算过 这个就是等于多少呢 等于 本来是这样了 你有一个电荷在这里 如果我从无重远 把这个这个负Q 从无重远移过来 移到这个位置 它是四拍 只是括弧里头 这个 2D QQPRM 但是现在 这个Q呢 这个能量是包括Q在里头 我们刚刚算的就是说 这个Q不算 只有QPRM过来 这个能量是这个 如果包括Q也在里头的话 那么这个能量要被二分之一来除 二分之一来除 我有没有讲过这个 包括它本身的话 要就是二分之一 就说你这个 如果这一点是V的话 你从这个地方拿一个Q过来 它的电能 电能 是等于QV 但是如果说 这个地方 V也是要有某一个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是由 电荷 不是说由别的电荷产生 也是你电荷来了才有 慢慢也慢慢增加 所以V跟这个Q也有关系的话 它应该要等于二分之一QV 我们讲过这个 所以它的能量就是 等于 负的 四四一十六 十六 PiY0 第一分之Q平方 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一个我们就是由力来算 用弓来算 用弓来算 这直接apply这个电能的公式了 我 我 我 你 你